這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菲林味進入菲林桶 我們應該怎樣拿出來呢?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人喜歡拍菲林 很多時候大家都可能會試過 例如你拍開那一盤菲林 拍到一半 但我需要 例如之前拍到彩色 我要轉為黑白 又或者轉為正片 我要更換菲林 但那盤菲林還未拍完 那怎麼辦呢? 這情況下就會把尾部扭進去 扭的時候很容易 將菲林尾部扭進菲林桶 這情況下怎麼辦呢? 這是有辦法去解決的 其實好像有一個工具 外面是可以擦得到的 只要將它 摔進菲林裡 是可以有辦法把它拿出來的 變成有機會拍完之後 我拍了一半 想換其他菲林 你換了它出來 到下次你還要記住 拍到哪裡 再繼續 例如我之前拍到第十二張 我把菲林尾部扭進去 之後可以把它拿出來 再由第十三張 開始 數回向前拍 這個可以用回菲林尾部 不用拍了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 這樣就浪費了 接下來我會教大家 每個步驟 如何把菲林尾部 和菲林桶 拿出來 這個就是縮尾進去菲林桶的菲林 這裏有一件工具 專門拿出菲林尾部 這個叫做 Frame Picker 首先把前面的部分 塞進菲林入口 然後把前面的位置 向前移動 然後開始擰 把菲林桶拿出來 聽到聲音的時候 就把尾部份 都向前推 然後一拉 菲林桶就出來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魚 對 各位 有機靈 有機靈 是 有磬 有機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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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